也是先前擔任過大法官的許宗麗 以及最高法院的法官蔡炯敦 這兩個人呢 就是目前內定的司法院政副院長人選 只不過了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 大法官不得連任 之前也從來都沒有發生過在任的案例 因此許宗麗被提名 也引發了外界違憲的質疑 這場會談是大約談了九十分鐘 而府方預計會在九月一號 由副總統舉行記者會 正式對外來公布提名的人選